由德国政府设置的煤炭退出委员会日前提议 德国最迟应在2038年前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 彻底淘汰煤炭能源 德国燃煤电厂目前的装机容量为45级瓦 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 德国煤电装机容量应在2022年前关闭12.7级瓦 2030年前降至仅17级瓦 该委员会还提议 未来20年德国政府应向受燃煤电厂关闭影响的地区 提供至少400亿欧元的援助 如果能源价格上涨 政府还应每年补贴消费者20亿欧元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财政部长及地区领导人 将在31号的会议上讨论该议题 去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占总发电比例达40%以上 首次超过了煤电